我們不能走回頭路 為了終結人民的痛苦 我會釋出最大善意 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但是 我會繼續用台灣民眾黨 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拼佔到底 國民黨不只讓了三次 國民黨為了成就大極 這一次 不但把民調政黨的比例 讓掉了 同時 也在九位民調裡面 三分對侯友宜有利的 民眾黨反對 我們也讓了 這就是一個科學 不是侯友宜說的算 也不是柯文哲說的算 是協力上說的 那應該就是 他是會投賴清德嗎 蠻多人反國民黨這樣 如果柯文哲跟國民黨這樣合作的話 我覺得 大部分人應該會去投賴清德 應該會對柯文哲的好感 就是下降蠻多了吧 因為我覺得他 他如果現在跟賴合作 就是 從以前到現在 他就是好像立場 是一個很不一致的一個角色 所以可能就會完全不考慮他 我會覺得他是 以慎選做考量 不是以自己想要為台灣做什麼做考量 可能就會 比較不想要投柯文哲吧 之前對國民黨的印象就不太好 柯文哲在年輕人這裡的優勢就 可能不見 重力的感覺就沒有 有可能會吧 柯文哲之前不是也都 賴藍綠都做得很爛嗎 然後結果現在變成 跑去跟國民黨合作 就有點自打前半的感覺 歡迎收看這集的486的最全民調 藍白和確定合作 會影響到手投組的選擇嗎 我們看他怎麼說 會啊 誰真的很重要 如果是侯友宜當政的話 那就不會投了 那如果是柯文哲 你會對你來講有衝突 我覺得還好 就是可以試試看新的 可以插出什麼樣的火候 國民黨畢竟也是一個很老的政黨 所以他們需要一點新的勢力 就有驚訝 那應該就是還是會投賴清德嗎 蠻多人反國民黨這樣 那如果柯文哲跟國民黨這樣合作的話 我覺得大部分人應該會去投賴清德 應該會對柯文哲的好感就是 就是下降蠻多的吧 因為我覺得他如果現在跟藍合作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他就是好像立場是一個很不一致的一個角色 所以可能就會完全不考慮他 我會覺得他是以慎選做考量 不是以自己想要為台灣做什麼做考量 應該還好 我覺得侯友宜新北市做得還不錯 我也想拍照 還好因為侯友宜把新北市弄得蠻好的 我覺得是還好 因為他沒有跟最爛的政黨合作 所以 你說他如果是跟綠白和就覺得 我覺得這樣很奇怪 對 那誰陣誰附有關係嗎 還是說 我覺得沒差 就不太想投了 會覺得說 再怎麼樣合作不該跟國民黨合作嗎 對 還好 因為我家偏藍 我們家也是偏藍 不會影響到太大 我們家如果他跟藍的合作就會 他們就會比較想要投 可能就會比較不想要投柯文哲吧 之前對國民黨的印象就不太好 柯文哲在年輕人這裡的優勢就可能不見 中立的感覺就沒有 有可能會吧 柯文哲之前不是也都罵藍綠都做得很爛嗎 然後結果現在變成 跑去跟國民黨合作 就有點自打前半的感覺嗎 就是會再考慮一下 OK 好 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 讓台灣向前 我們不能走回頭路 為了終結人民的痛苦 我會釋出最大善意 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但是 我會繼續用台灣民眾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拼佔到底 好 你我煩惱 你我煩惱 你大肥 你我煩惱 你我煩惱 我們會遇到更多的挑戰 但是 你們害怕嗎 我不會害怕 因為我知道這場戰爭 不是只有柯文哲一個人在打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各位今天給我的勇氣 只要你們不放棄 阿伯也不會放棄 你們 你們 就是我的 Team KP 也是台灣民眾黨 繼續奮鬥的理由 我們一定會執政 我們會 繼續蓋社會住宅 繼續謹守財政紀律 繼續用人為財 不分黨派 繼續秉持 青年勤政 愛鄉土的精神 來為人民服務 也會繼續依照 理性務實科學的態度 來改變這個國家 一個人走得快 但是只有一群人才走得遠 各位 Team KP的革命戰友們 因為你們的勇敢與堅持 撼動兩大傳統政黨的政治實力 已經在今天出現了 中間選民與理性選民 也不再是所謂的沉默的大狀 各位 已經形成一股不能忽視的力量 台灣第三波民主改革已經發動了 各位 Team KP 以及在場的各位戰友們 大家都辛苦了 這場辛苦的戰役 只有勇敢前進 才能夠改變台灣的歷史 非常榮幸 在這個歷史事件當中 我們一起逆風前行 這一次 青年勤政愛民愛鄉土 會成為台灣的新政治 這一次 共融社會國家治理 會是我們堅定的國家願景 這一次 讓我們把國家迎回來 還給人民 這一次 請相信你 請相信我 請相信我們自己 我們是台灣民眾黨 我們是人民 我們要一起把國家迎回來 2014年 我一個人走出台大醫院 在沒有人看好的狀態下 打敗了大連艦隊 成為台北市長 成為台北市長 2018年 我在兩大政黨的夾沙下 繼續連任 雪下的政治奇跡 2020年的1月11號 一個才成立五個月的政黨 拿下了158萬的政黨票 成為國會的第三大黨 今年 也是我們能不能 率領在野力量 來達成2024的政黨輪替 如果沒有你們 我不可能做到 明年1月13號 各位夥伴們 我們一定會打贏這場堅苦的戰役 我們一定會在台灣的歷史 再創造一次奇蹟 讓我們一起迎回這個國家 讓我們一起迎下我們的未來 謝謝大家 今天你看到我們 自己的鄉親 萬幾人來感受傷 自己人 聽自己人 為了我們的鄉親 這個土地 大家的警察會 到底打招 希望嘉義 因為我們的努力 不管立委 不管總統 可以為自己 招出一個 好日志 所以我們大家加油 來回報 我們自己鄉親的期待 我由於自己人 絕對 國會做得到 做得到 另外現在出現打開 一個人 會不會租主席 好像把重心放在 部份區沒有來進行 過去的騙商 那小孫市長 國民黨不只讓了三次 國民黨為了成就大集 這一次 不但 把民調 政黨的比例 都讓掉了 同時 也在九份民調裡面 三份對侯友宜有利的 民眾黨反對 我們也讓了 至於統計誤差範圍內 是柯文哲主席 自己提出來的 在這個比例底下 大家很清楚 這就是一個科學 不是侯友宜說的算 也不是柯文哲說的算 是協理上說的 所以 大家可以公開討論 這九份民調 讓大家好好的去看清楚 不是誰說的算 或是誰說的不算 在民調的部分 現在民調專家 對入差範圍沒有共識 趨勢民調的前總經驟 不是 民調回收 國立黨特殊的比較不合學憶 他現在也有報道說 陳平平平也比較進行 這個問題 政治 面對科學 那是一種無解 科學還是要回歸到科學的 學理上大家好好的計較 去討論出來有一個結果 那現在已經有九個會民調 這九個會民調可以公開 讓所有的 對統計協了解的專家們來做好討論 這樣的討論可受公平 我期待 誤差範圍內 也是柯主席自己說的 文黨讓了政黨其去 那同時大家公開討論 就很清楚 事實真相只有一個 大家讓這個事實真相 還原 讓藍白的合作 用科學方式來解決 這也是柯文哲主席 是說的 他相信科學 我也更相信科學 讓科學 還原 藍白和 大家在過程當中 最清楚的面貌 賴清德今天不承認說 有沒有陳明日要下架民進黨 還聽聽說是對手利用民進黨 30%以上的支持都在外面 所以你有沒有說的 賴清德 關專莫視人民的聲音 我們到每一個地方 人民都希望政黨民進 尤其對 慘張腐敗 治國無能 甚至引起兩岸緊張的關係 大家都有夠緊張 希望可以換政府 換一個清延有效力 又能夠帶來兩岸和平的政府 賴清德 你敢不聽到 不怪你只有黨域 沒有民意 完全不在乎人民的聲音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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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